只要知道这些网站 你做assignment就会变得更加的轻松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关于几个网站 是可以让你做assignment的时候 更加的轻松 更加的容易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开始吧 那第一个网站呢 就是grammarly啦 像我这种对英文没有那么自信的人呢 你可以使用grammarly来纠正你的英文 不管是spelling还是grammar punctuation 它都会给你一些建议 让你的句子看起来比较顺一点 不会说读起来怪怪这样子的 那grammarly的话呢 你就在这个chrome webstore这边加那个extension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到 你打字的时候 这里就会出现了 它就会帮你去修改一些你的英文 那第二个呢 就是plagorism tracker 有一些大学会限定你的plagorism 不可以超过可能15%啊 20%等等 那你在这里就可以查到你的 你写的东西有没有跟网上的相似度很高呢 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 看你的copy paste的percentage 有没有太高啦 也可以说就是避免自己copy paste太多的东西 或者说你的最有copy paste太多的东西 你都可以check到 那plagorism tracker呢 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已经写好一个文章 然后我就随便copy然后 然后paste进去里面 那在result这边你就很明显的看到呢 那按进去你还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是在哪一个website里面出现的 那它这里也有写出来你有75%跟这个网站相似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science hub了 那这个网站呢就可以解锁那些需要购买的文章啦 我可以讲说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个黑科技 不过这样子的东西呢也是有引起很大的争议啦 毕竟对这些作者来说是不好的一个东西啊 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用文章来赚钱 然后就因为这个网站可以破解 那就是对创作者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啦 但是呢对学生来讲呢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 因为你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 当然呢它不是全部网站呢都可以解锁得到啦 那如果解锁不到的话你就用一个比较珍贵的方法 就是email那些作者你需要那些作者的文章 那如果你遇到比较好比较幸运的话呢 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文章也就email回给你啦 那其实这个也是正确的做法啦 就是有问过作者的同意 比如说你看这个网站呢你看你是打开不到的吧 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个link这样子copy 然后打开 那所有的文章呢就这样子被打开了 那有的时候如果link不行的话你可以去寻找那个DOI 就是这个号码DOI copy paste进去的话也是可以成功的被打开的 那接下来就是citation machine这个网站啦 那这个网站对我来讲是很好的 因为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怎么去写reference 然后这个网站就会完全的帮助到你怎么去把一个reference写好 然后也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就是你不用一个一个字去打 但有时候可能有些citation 他们写的没有这样好 他们的资讯可能不够的多 就你需要自己修饰一下 那接下来呢就是citation machine啦 比如说我从这个size direct这里 我可以直接就这样子copy paste它的题目 它就会寻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文章 那你就直接按一个side 看所有的东西就会出现了 甚至作者的名字呢 你看一样 金流小林宁小真至伟康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就有的时候呢 它已经打遍遍给你了 你就完全不需要去打任何的字体 然后你检查一下对不对 然后自己也可以complete citation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copy citation 然后based在你的reference啦 那接下来这个网站呢 就是Kanwa啦 那Kanwa其实是 不只是用在画普通的设计 一些templates那么简单 不管是来做resume啊 还是你要设计你的一些slide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特别 所以Kanwa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一定要去学习一下 因为Kanwa的免费功能 真的是很值得去使用啦 那Kanwa的话呢 不管是首产党呢 都可以设计出非常精美的templates 因为它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这边你可以让你直接选择 你是要Facebook post Instagram post wire presentations 很多很多 甚至resume都有 而且呢 你还可以在这里选择你要的颜色 比如说你要蓝色的话 你就在这里选择蓝色 这里就会出现的都是蓝色的templates啦 很快的就是最后一个啦 那最后一个网站就叫做收稿翻译啦 收稿翻译呢 就是比Google translate还要好啦 它会把那个句子翻译的比较顺一点 比较好听一点 那接下来呢 就是收稿翻译啦 比如说我翻译一个字啦 就是收稿翻译 翻译出来的是 I don't know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to buy something for me 那如果换去Google translate的话 它会变多了一个not在这里 就是没有那么顺畅 而且收稿翻译呢 还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你直接把整个 文档翻译 翻译图片 改英文 还有三个语法可以让你选择 就是比较普通的啦 生物医学的呀 那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比如说金融财经 它就会变成 I wonder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to buy something for me 所以比起Google translate呢 我会更建议就是使用收稿翻译 那以下就是我所知道 然后对assignment帮助的一些很好用的网站啦 虽然不是很多 然后我解释的也许没有那么的details 但是我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大家有什么很实用的网站呢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更多人知道哦 那我也会把我刚才所讲的网站的都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里面 所以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影片很短的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分享订阅按赞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喜欢的朋友记得分享留言 赞订阅后记得打开小铃铛 OK拜拜